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喂喂喂 知不知香港第一个水堂是谁啊? 有什么逃得过我的发眼啊 薄芙林水堂啊 今次我们不是横堂而行 是由薄芙林水堂走到山顶 全程都是宽敞的石屎路 虽然要走斜路 但大部分路段都有绿树遮阴 家长可以和小朋友慢慢走都不用怕晒晒 我们下巴士之后 沿着薄芙林水堂走进水堂 途经骑术学校 走大概5-10分钟就会见到水堂 都告诉你一些关于水堂的东西 薄芙林水堂在1863年就落成 是香港第一个公共水堂 它的土堤表面铺了碎石和删了植坯 现在是二级历史建筑 而水堂下面的凉水站 就是法定古籍 哇!你看着牌来读 真是很有学会 家长可以和小朋友 在这里看着简介牌上的地图 发掘一下周围的历史古籍 旁边这个古典风格的建筑 就是郊野公园 薄芙林管理站 它的前身就是水堂看守园的房舍 在2009年的时候 它已经被列为法定古籍 太棒了!继续走 在这个入口进去 很快就会见到洗手间 家长记得要带小朋友去 因为之后要去到山顶 才再有洗手间 前面就有个开阳的位置 可以看到整个土堤 看着一片绿油油的堂景 就是很适合和小朋友一起放空下 发源外就继续走 在前面就会见到一个小石垫 喜欢看瀑布的小朋友就对了 在石垫的上面 还有两大片棗类植物 过了这个小石垫 就开始上山了 去到分岔口 只需要跟着上山顶的指示牌走 就可以了 在前半段路 我们可以一路听着溪流的水声 一路走 虽然这段路可以说对小朋友 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家长可以鼓励小朋友 坚持和忍耐 和他们一起慢慢走 还有 这里草木茂盛 全程的路都颇为宽阔 可以随时停下休息 是呀 沿路还有一些植物介绍牌 小朋友都可以认识一下 不同的植物种类 咦 前面有梁亭 沿路走上来 见了这么多绿色植物 家长不妨在这里 和小朋友看一本繪本 在这里走多20分钟 就可以去到山顶 这段路就没有之前那么斜 啊哈 听到巴士声了 没错 我们到终点了 上到山顶 可以俯瞰山下的景色 还有体力的话 可以去走山顶 环回步行径 想知道多些的话 就看我们之前的介绍影片 看够就可以搭巴士离开了 是呀 由博富林水塘走到山顶 全程大概2.5公里 需时大概3个小时 如果想来这里的朋友 可以在港铁坚尼地城站A出口 搭23或23m小巴 又或者搭以下小巴或巴士 去到博富林水塘下车 自家人士可以将车停 排在自负花园停车场 又或者是排在山顶 广场停车场才再起行 如果喜欢下山路的朋友 可以由山顶 走回去博富林水塘 如果想知道更多 关于亲子行山的路线 就记得like我们的Facebook Page 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